画面中的年轻人抬着供奋神灵的轿子在海中颠簸搏击 据说建起的水花越大越好 意味着今年出海平安 打的鱼也越多 这是记者2月22日农历正月18 在福建莆田南日岛见到的一幕 当天一年一度的冲海闹元宵习俗 在南日岛福叶村震撼上演 南日岛是莆田最大的岛屿 岛上有个小渔村叫福叶村 这里的村民足足被被渔海打交道 靠海为生 所以闹元宵也是冲着大海而来 春海会保持这一年的平安 还有我们这一村各村都是靠海捕鱼的 靠海捕鱼的要求那个海路 这个海尾也比较大 收钱比较多一点 因为都是渔海为生 因此他要出海 一方面就是好像有什么 出海什么不安全的 把他驱赶多了 保住这个出海平安安全一点 再一点 再一方面就是能这个 福的鱼更多 午饭过后 南日岛村里各个角落的宫 社 庙 便开始起击请神 而后采齐 锣鼓 鞭炮开道 来到供奉金秋二神的主宫安乐社 静剑集合 等候金秋二神率众出游 寻安全境 直见在信众的肩扛手台下 一顶顶轿着鱼灌而出 浩荡出游 锁金之处 炮足齐鸣 在村里绕上一圈后 便聚集到一个宽广的海滩上 村中的年轻人 抬着供奉神灵的轿子 冲向大海 各个精神斗手奉勇当先 在海中颠簸搏击 比速度 比气力 比神勇 期盼这一年风调雨顺 幸福安康 我们这边元宵 我们这个神明的竭力 我们一定要来参加 我们这个村庄是以补衣为生 然后他们很多 有出了很多的海难 再什么忙也要放弃工作 祈求平安 独具特色的元宵习俗 也吸引了大批游客上岛 一堵震撼 普天的这边元宵和冷脑 继承了以前的传统 保留下来很不容易的 我们就过来要拍一下 看一下 感受一下 一起大概五个人 我们开辆车 开了一千公里开过来 特别冷脑 这个冷脑 看来最冷脑的也是 吸引了世界国地的华人 摄影家到普天来拍元宵节 每个村庄 每个厢家举行的活动 内容都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所以说你只要你来普天 天天都有东西拍 记者了解到 福建普天的元宵节时间跨度大 从正月初六到正月29结束 堪称全国最长的元宵节 近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都有不同村庄 不同姓氏 以不同形式闹元宵 且十里不同风 一村一习俗 形成了莆田独有的元宵月节俗 也因其民俗活动丰富多彩 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被称为民间的狂欢节